大家好,我是Edith,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今天又來到文具控的生活這個系列 今次我就想拍一個淘寶開箱 之前我姐姐就發了一個連結給我 在一個淘寶的文具店 我看了之後我就不斷拍 因為我覺得這些文具應該會是 裝飾手帳很實用的文具 就是這一盒 今次這些產品全部都是我自己自購的 它會簡單介紹我買了什麼 還有我最後會示範一下怎樣去用它們 我也會在下面放我買的連結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可以參考 就是這一盒 先拆一下 其實它是不用用戒刀的 它是沒有黏著的 嘩,好漂亮喔 其實一半都是紙膠帶來的 另一半就是印章 那我就先講了紙膠帶 我買的第一個系列就是這些圓點的紙膠帶 它每一顆都可以獨立地撕出來 而且它的色調全部都是很淺 不會很sharp 所以我覺得這些色調是蠻好用的 另一個也是圓點的紙膠帶 不過又大又小 可以方便做一些幾何圖形的拼貼 它本身每一款都已經配好了一些色彩 你都可以很方便使用 最後一個系列的紙膠帶 就是一些風景類的 這些就比較可愛 之後就到印章的系列 這次我都買了幾多印章 第一個系列就是這些復古的花和草 我之後都會試印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車票的款式 最後當然還有我最喜歡的幾何圖案 這次就會有些綠角形和追體立體 無論印章外表多漂亮都好 最重要都是印出來的時候 它的圖案清楚 所以這次我會把所有的圖案 都印出來給大家看 這些很簡單的花草圖案 是很適合營造復古風的風格 所以我也會選擇這些深啡色的印台去印它 其實你看到它的圖案印出來 都是挺清楚的 有些很細緻的花反 和一些很細的英文字母 都看得很清楚 整體來說我都很滿意這些印章印出來的效果 而最後我就用了這些印章 和剛才的幾何貼紙去做了一個版面 不過因為技術問題就沒有錄到過程 我只是隨意地貼上一些圓點 和用了一些印章 整個版面都會很和諧 如果你是對於怎樣用這些文件 很有興趣 或者你都想知道 怎樣可以裝飾你的手掌 裝飾得好些 那你就要追蹤我這個頻道 我這個頻道就會講一些 手掌、文具、文具、生活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 就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的新片通知 我都有一個IG 我會在IG發佈一些設計 給別人可以下載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給我一個讚好 和追蹤我的頻道 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